嗨嗨 我是雪莉 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来自我的家乡品牌 台湾的品牌方方方聊 想知道我对他们系列有什么样的想法 一定要继续看下去哦 今天要来介绍一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小众 来自台湾的品牌 但是试上以后我非常喜欢他们家的香水 真的认为值得被更多人看见他们的香气 那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屏中人系列 那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稍稍聊一下他们的起源吧 那方方方聊是来自于台湾文化公司创立于2019年 对他们来讲台湾就是他们的DNA 在大地跟阳光之间的台湾象征着他们的气味作品 那方方方聊是调香师方方的作品 那他的灵感都来自于台湾的民间传说 香菜也都是天然跟在地的原料 所以非常的值得大家去尝试看看哦 那这次的屏中人系列呢 我总共获得的是9款的试香 那你看他彻底从台湾寄过来了 然后还用这种非常古老 你们有看古装的就知道这是什么 就是说以前人他们不是想要证明这个信有没有被开过 他们就会用一个蜡 然后用自己的夹灰或果灰盖上去 然后如果你打开之后就会被破坏 你看怎么都有艺术气质 超级美的 我收到的时候也是被这个包裹给称声的震折住 觉得也太美了吧 美是美 但是香气如何呢 大家一定很在乎吧 那他们这个品牌呢 大部分都是做台湾的香气 有没有那个感觉呢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第一瓶是乙潮 蚂蚁的巢穴的意思 那这一款香气呢 开出是充满清凉的辛辣薄荷香气 还有天族可以花香气月归也 不过他们都是陪衬 这个香气呢 隐隐约约让我感受到是一个烈酒的香气 那种清凉的烈酒气味 它绝对是一个以薄荷香气为主的味道 这里的薄荷非常的冲 非常的凉 非常的刺激 是一款我觉得非常草本充满绿意的香气 只带着一点隐约的花香气 当它四个小时之后呢 它的违韵就会变得超级好闻 清凉散去 剩下那微微的花香气之迷人 是我从未闻过最温柔的花香气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让我想到家了 它就是让我觉得我在台湾生活的时候 经过的某一处一定有这个味道 所以它触发了我记忆中的某个点 整体来讲呢 它就是一个非常消暑的香气 夏天的好选择 尤其它喷在身上的时候 你那一块也会觉得凉凉的 而且这一款的扩香很强 大家如果要使用的时候小喷一点 他们家的扩香都很强 你不用喷太多就可以感受到那个力道了 那尾韵呢 真的是不断的让我想要闻身上的味道 就想说 我一定在台湾哪个地方闻过这个香气 下一口我们来聊到它的墨水刺青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开出就是香甜的桂花 但是这个甜度很快的就会降低 紧接着 烟草 安喜香 广获香 盐玫瑰的香气就会飘散出来 结合成一个非常大地感的味道 每一个香材呢 都很平衡 其实并没有哪一个过于强势或过于突出 是非常平和的香气 它真的有给我营造一个墨水感 却不会太过头的墨水感 仿佛就是这个房间有人写过书法 有残留下那个墨水味道在空气中 但那部作品已经被带走了 所以残留下来的是浅浅的墨水味道 离开后留下的尾韵 那我们小时候啊上课的时候 至少我那个年代 小学还是要写书法的 然后那个淡淡的墨水味 真的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念书的回忆 越往后呢甜甜的花香气又会回归 让这个香气变得非常有特色 非常的好闻 甜美中带点墨水的味道 黑白的画面却非常的美好 下一款我们来聊到登陆月球 我只想抽根烟 这一款相信于哇塞 开出那香烟的气味 浇油的气味 超级真实还原 那背后还有着枯叶跟树木的味道 是不是很特别 跟带有一丝丝的甜味 但最明确的是那掩不住的香烟气味 这个香烟气味会在之后慢慢降低 然后呢木头的烟熏感就会出现 整个画面真的有一种你点着烟抽着烟 然后烟抽完了 淡去残留在身上 那淡淡的烟草香淡淡的烟味 很迷人 我觉得呢如果你是一个很想念香烟的味道 或者是你正在戒烟 但你真是太怀念你抽着香烟的味道 这一款香气你去闻 我觉得它会让你怀念 它就可以缓解你那个想抽烟的心情 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非常值得去闻的一款 非常真实写实还原的香烟气味 下一款我们来聊到它的阳光空气水 这一款香气真的很像你到台湾的乡下 你坐在户外抽着烟 然后你的烟的味道跟大自然甜的土壤啊 青草啊跟你手上的烟混合起来的味道 有点苦苦脏脏的那种土壤大地的味道 跟你手上的烟气结合在一起 非常有画面感 渐渐的你的香烟抽完了 大地的味道青草的味道 香根草的味道就会涌现 取代了那个烟草气 这时候就有一种在乡间坐在外面 宁静的感觉 本来你抽着烟 后来你烟抽完了 你就开始享受的那一分宁静哦 下一款我们来聊到它的 一命二运三风水 这款香气太有趣了 这款香气的介绍就是说 你有没有去过女巫家 糖果屋 诱惑人的糖果屋 那一个大锅子里面 正在煮着汤散发出来的味道 你喝了边喝发现 里面有一只死蜥蜴的味道 还有一根小拇指 这么恐怖的感觉 这一款香气 真的很有巫婆汤的味道 肉桂 鹰嘴 豆泥 玫瑰 佛手干 树脂 肚松 鼠尾草 的味道 你都会闻到感觉 这碗汤 巫婆特有的食谱 所以它什么都有 什么都在里面 混合起来是一个甜甜苦苦的味道 大家知道以前我们喝中药材的时候 有一种甜甜苦苦的味道 就是它明明就是苦的 可是它硬要加一些 比如说什么红枣啊 桂圆去调和那个苦味 但其实喝起来最后还是苦苦甜甜的 没有改善 它的玫瑰香气 出现了有甜 可是它后面更多苦的 还是忍不住的 这个巫婆汤 真的让你闻起来有一种 我心怕怕的感觉 从头到尾都是这种又苦又甜的滋味 直到四个小时之后 苦味才会加烧降低 甜味才会变得更加突出 非常有趣的味道 它讲的文案 跟我心中想的 脑中想到的 巫婆汤会有的味道 很还原耶 大家一定要去闻闻看这个味道哦 接下来我们来聊到 它们的一秀二世三冻眼 这个香气 这个香气开出是 尤加利树跟柠檬的香气 还有一些草粉香气在后面 芹菜紫罗兰杜松还有背后的色香 混合起来啊 有一种水感 这个水呢 是淡水湖或者是河流的感觉 它不是海洋感 你知道淡水就是有个特别清凉的味道 它没有海水中掺杂的那种 矿物质跟眼泪的味道 非常的干净清澈 凉凉的水感 整体的香气呢 就是绿色的草粉加上这淡水的味道 这个绿色草粉呢 其实是芹菜蔬菜味加上一点点土壤的香气 配合上这个水感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如果你再找一款蔬菜类的香气呢 我觉得这款香气应该会中你哦 因为呢 它辟除了我们平常对那些青草啊 树木的感觉 它带给你的是真的 你去超级赛市场才会买到的蔬菜香气 非常独特哦 下一款我们来聊到它的香草天空 你不要被它的 我先给骗了 这里的香草呢只是配角 它开出呢有一种气泡感 很像是气泡饮料带来的清凉感 不甜哦 只是像气泡水那种气泡感感觉非常的凉 然后接着是苔藓青草土壤 还有茶的气味 烟熏感不中的绿茶感 加上那淡淡的 这款香气提到的香草 跟他们家非常擅长的烟草味道 甜度超级低 跟你想象中的香草完全不一样 它完全不温暖 完全不香甜 它是一个充满清凉 微甜的大地香气 让你不自觉的闻着这个香气呢 的确会望向天空 想象着天空有多么辽阔的感觉 那一个半小时之后呢 它基本上就是土壤器 加上这个淡淡的烟草味 是一个非常舒缓好闻的香气哦 接下来我们来聊到他们的末日花园 我觉得这个末日花园的香气呢 非常铁体哦 因为它开出是绿意书 微草跟带有苦味的日本紫苏 日本紫苏我真的没有很爱 因为它就很苦嘛 然后还会加入了土壤器 薰衣草跟木质香气 感觉这个花园因为书与照顾 花通通死掉 通通死光 只剩下青草跟土壤的味道 因为荒废了 所以有一种苦感 但是这一款的土壤器呢 比起刚刚我介绍的前一款 香草天空呢 更干净 它的土壤感非常干净 非常清新 一个半小时之后 这个苦味的紫苏 它就消失了 成为了一个非常干净的土壤香气 加上干净的青草香 很赞 最后以比较突出的土壤香气做收解 那整个香气给我的感觉就是 因为这个荒废的花园 没有人去照顾 所以它的花呢 这种比较需要气心呵护的花 已经不复存在 剩下的是这种坚韧的青草 跟土壤混合起来的味道 虽然苦却干净 为什么干净呢 因为没有人类会再去糟蹋它了 它可以自然的生长 长出它那清新干净的样子 再也不会有人为的污染在里面 这是我对这一款香气的诠释 如果你也是喜欢这种干净的土壤器 跟青草香气呢 这款香气非常值得英文哦 接下来我们来聊到他们的K2这款香气 灵感来源是来自于世界上最年轻女性 首次攀登世界第三高峰的这位曾格尔 K2呢其实是世界的第二高峰 那它其实比第一高峰呢矮了一点 可是它死亡率是第一高峰的好几倍 非常不好攀登的一个高峰 这款香气呢一开出就是非常明显的薄荷 它营造了那种高山想要带给你的良意 你瞬间感受到高山的那种冷冽的氛围 渐渐的背后的木质调就会出现 你感受到了这是一座山带给你的味道 雪松弹香一起营造了这个青山 这座高山的味道 之后良意会降低 木质越来越强 渐渐的进入山中的感觉 漫步在那山中之间 整体香气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闻的木质调香气 那前面的薄荷感呢真的给你营造了 这是一个高山 非常高的高山才会带给你的那种清凉 沁鼻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是喜欢这种清凉感的高山气味呢 这款香气可以去闻闻看哦 以上就是方方方聊品中人系列的分享 我觉得它的确是一个隐藏的宝藏 真的值得更多人去发现它 品尝它的香气 一个有着我的家台湾的特色的香水 一盏五一 它绝对不会让你觉得这是一个平凡的香气 它再再的充满了我对台湾这个地方各个角落的回忆 绝对值得大家去体会去体验的香气 有好几个香气真的都让我想到 我在台湾的时候的某个地点某个地方 闻过这个香气耶 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 它的三调变化都做得很足 每一段都会让你又惊奇又享受 你知道吗 持香扩香很棒 除了K2那一款大概六个小时之外 其他在我身上稳稳的八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都还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 而且它扩香都非常好耶 我放在身上的时候我一直隐隐约约觉得三四个小时我还是闻到这个香气 你知道吗 非常独特的香气 非常强的故事性 也让我更享受这些香气 每一款香气都值得你细细的品尝 那他们家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那个烟草气味 要么这么像香烟 要么又这么特别 又这么的能让我接受那个淡淡的残留在身上的烟草气味 很棒 那接下来雪莉的选择呢 纯粹是我个人的喜好 我真的觉得他们的九款香气都很棒 值得你去体验看看哦 那第一款呢 就来到这个很不香草的香草天空 我觉得它开出的气泡感呢 很棒 然后它带来的不是甜味那种清凉感 接着土壤 海藓 绿茶 这种充满大地的味道 淡淡的香草跟烟草 很爱 就是它甜度超级超级低 我超级超级爱 是一个不温暖超级清凉 带有微微甜度的大地味道 很喜欢 真的闻了 会让我想要望向天空的感觉 天空带来的辽阔看 非常好闻舒缓的香气 下一款呢 就要来到末日花园 这款香气呢 我也是非常欣赏 如果你讨厌花香气 就去选这一款 因为它真的一丝花香气都不存在 末日花园没有花 它就是草跟土壤的味道 可是这个干净的土壤 跟青草香气 却会深深的吸引的人 当一个地方 不被人类打扰的时候 它既然可以这么的干净 这么的没有杂质 这种不被打扰 世外桃源的一面呢 非常值得你去细细品尝哦 最后加码一款 就是登入月球 我只想抽根烟 这个香烟真的太真实了 因为以前我家人是有抽烟 后来他们都解了 但是那个香烟真的触动我的回忆了 我跟你说 现在闻过的烟草 其实没有一款赢这一款的 这一款那种焦油的味道 太真实 太还原 如果你觉得其他的烟草香气啊 没有啊 没有那个焦油味道啊 去闻这一款 这款香气会让你惊讶不已 惊艳不已 一定要去品尝的味道 推荐给你哦 以上就是他们九款瓶中人系列的分享啦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分享 那我知道这个牌子呢 大家可能比较不知道 真的比较小充 比较不为人知 但是我真的觉得 它是一个非常出色 绝对值得大家去闻闻看的香气 请大家有机会 一定要去尝试好吗 然后品尝看看 在下面告诉我你的感想哦 你有听过这个牌子吗 你闻过他们的香气吗 或是你听完今天的介绍 有没有哪一款香气 你很想去尝试呢 都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 喜欢我的影片订阅按赞分享 我们就下一支影片再见啦 拜拜